无动说跑步 世界真奇妙 你看到的马拉松都是在大街上跑 但是在英国的有一个叫Brockworth的地方 每年一度会举行一个强奶酪马拉松 据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马拉松 为什么呢 一个奶酪从山坡上滚下 然后选手争相恐后的去抢这个奶酪 然后有各种知识被滚下来的飞下来的 这个比赛的保险金额超过了25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56万元 今年的这届比赛 一名男子摔断了锁骨 一人手腕折断 数十人被割伤擦伤 一名年轻人肩部脱臼 一名女子脚踝受伤 而且一名87岁的老者被禁止参赛 但他坚持要参加比赛 真是难以想象 如果你生活在英国生活在这个镇 你会参加这个比赛吗 欢迎关注微博 无动说跑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